而以航天科技以及国防工业出名的哈宾工业大学 正式在洛杉矶宣布成立南加州校友会 未来将会强化校友间的联系 校友会的成立主要是联系南加州的校友 与母校互动与母校建立有效的合作平台 那么支持中美友谊的联系 国家政府已经把哈尔滨工业大学 列为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 所以下一步的话 我们争取在创建一流过程中 争取得到更多的一些国际方面的一些交往和合作 会长叶龙表示 校友会的第一年将会积极筹办中美文化交流 以及技术交流论坛等活动 并且将会与南加州的中华高校联盟横向交流 除此之外包括中领馆教育组领事朝前 以及29所南加州校友会代表 也都纷纷前来祝贺 以上东西新闻未宽如日林 在如有三季的采访报道